鱼儿没得了 说这个事情都不愿意 我的命没得了 你警官你听我说 你要不好了我讲话的谢谢了 昨天在兵衣馆的时候 那个校长那里 当时那个法官的法医还没来 不谈把老公来学要打的 走起来还适不适合认他 我坐到的那档 他走到对面 我先坐起来 他一坐起来 让他一瞧起 这样 手机打起 狗子带起来 我那个鱼儿是一条命啊 你们都那么不乐规 你们是警官 你们虽然是警官 你们也是做父母的 我还是知道吗 我想知道我有点失言 现在政府 诶 再说 不瞒 听我说 现在 你们首先不通知我们 家早出了事 第一时间 没有通知我们家长 通知我们 我说 我听我说 你们先通知我们镇上 镇上通知我们村上 你们找来当官的压到我们 昨天我们亲戚有几个来问武汉 我们 我们出来那么大的事 问武汉还要证查 是不是 随便拿狗出来 实际的亲戚都要来探好问好 那么大的事 村上马上的人来调查 哪里人 是叫什么名字 是说哪里来的 你们调查过我们 不要 都在这里 不是余权 我们 所以说那样的意义 今天我说 我们平头老百姓 不是 我们说 我们平头老百姓 我们是没得那个 没得关系的 我们上面没人认得 我们是八百四十农民 我在外面打工 我老婆在屋头 也要打工 她要带我二人 哪里你妈妈去关系嘛 你们说哪里有关系 哎 政府现在的 政府 你别说 政府现在这是 村里面的领导 还来压我们 哎 调查我们的这啥子 我那鱼儿出了事 报了你们 110 还有一个 打了120是谁 你们不可能是 一分钟两分钟 五分钟跑到这里来 你看看 这个时间段 打个两口子 你们是不是应该